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各位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小馬 今天小馬又要帶大家看一下 新的Easy 350 V2的鞋子 雖然說小馬實在是很懶的 再去介紹這個 350 V2的鞋子 因為我覺得反正他們真的就是 一成不變的東西啦 但是身為球鞋的影片創作者 所以呢雖然自己 是對這雙鞋子毫無興趣了 但我們還是給有興趣的朋友們 做一個球鞋開箱 那這雙鞋子小馬就是在台灣的 這間球鞋店鋪 Invencible所購買的 那這雙鞋子會員抽籤販售 那小馬有抽中 不過呢進去購買的時候 已經沒有自己的尺寸了 我必須要穿的是US11 所以我就隨便買最大號的 這一雙是US9號半 那在台灣其實大尺寸的量 是比較少的喔 直銀的這種店鋪呢 大概大尺寸 10號半以上喔 一個尺寸大概就是 兩雙三雙的這種數量 所以其實 早起排隊的人 應該是還蠻多的 所以我知道 早上10點多去的時候 已經八九十個人了 所以我就直接離開 懶得去排隊了 所以就直接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雙手上有的9號半吧 它的型號呢 就叫做SINDER SINDER SINDER 念久了就是 SINDER 沒錯 350 SINDER 的配色好不好 來 這一雙SINDER 的配色呢 顧名思義啦 就是這個 煤炭的這種配色 煤炭就是黑灰黑灰的嘛 所以這雙鞋子啊 就是採用這種 黑色鞋面 為這次的350編織 不過這雙鞋子 小馬覺得啊 乍看之下 就跟之前發售的黑天使 沒什麼兩樣嘛 它跟黑天使的鞋面 這樣看起來 其實是差不多的啊 所以我覺得 嗯... 如果你買過黑天使的朋友 其實這雙鞋子 可以完全不用考慮了 如果你是沒有買黑天使的朋友 又在考慮 想要入手一雙 黑色350 V2的話 這雙鞋子 你可以考慮一下入手 因為它的價格 比黑天使便宜 原價台幣是8800 但是它的吵架其實 也沒有多高啦 加個1000多塊 2000多塊 大概就是 9800到11000之間 應該就可以入手這雙鞋子了 黑天使跟這雙鞋子 有兩個不同點 鞋面都是黑色的 沒有錯 其實也差不多 這一次的鞋帶 是純黑的 就是沒有3M的反光鞋帶 它就是素面的純黑鞋帶 所以這雙鞋子 在鞋面上 是沒有其他的這種 反光材質啊 但是呢 這個鞋子 也是有分兩個版本的啊 側邊這一條 黑色線條 它是 黑色透明的 但是它另外一個版本 是黑色的 反光線條版本 那這雙鞋子 黑色反光的啊 目前是 沒有做發售的 可能會在 EZ Surprise官網發售 它就是做這個 非常限量的方式啊 所以如果你想要入手的是 反光線條的版本呢 那個的預算 就要提高啦 可能是2萬多塊台幣 預計大概是600部塊美金啊 600到800美金之間 這是一個預測的行情 當然也不是說一定準確 要等發售後才會知道 那 SINDER這次的鞋底呢 比小馬想像中的 來得好一點 原先看照片以為 鞋底搭配的是 比較偏黃色的 這種牛奶湯底 不過仔細看一下 它其實是這種 黑棕色的配色啊 所以 並沒有想像中來的突兀 不過後跟有一塊 這個不用黃色的 鞋底上面做一個黃色 好像還蠻多餘的啊 因為你 踩在地上 應該是沒有什麼人會注意到 你後跟有一個黃色的鞋底 所以我覺得 SINDER跟黑天使的這個差別啊 真的是不大 而且反而是 少了一些反光細節 那鞋墊就是長這個樣子喔 也是這種EZ的鞋墊 然後配上白色字體 所以小馬給這雙鞋子的評語啊 就是 沒有反光鞋帶的黑天使啊 就是這一雙鞋子 那價位上面 市場吵架 是比黑天使低的 如果你是想要 入手黑色350的朋友 以這個價位來講 一萬出頭 去入手這雙鞋子 那它的優點呢 就是鞋底黑色的 所以不會有氧化泛黃的危機 比起淺色系350來講 這雙鞋子 它會比較好保養 價位來講 也是目前 黑色系350最便宜的 要不要入手 就看個人啊 小馬自己是 不會想去入手這雙鞋子啊 因為小馬覺得350 已經是 換湯不換藥啊 就是 顏色改來改去 好像 沒有什麼特別的了 所以我自己是 不會去購買這雙鞋子 就只是拍開箱 給大家做一下了解 就是SINDER的全新配色 那麼以上就是 新配色的介紹跟分享 那你們自己去評估 看看要不要去入手這雙鞋子吧 因為這雙鞋子也不是小馬尺寸 所以也沒有辦法 十算上條給大家看 那我們就 近距離欣賞這個鞋子吧 那最後記得喜歡下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跟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